新北市淡水護衛逸文林 休閒園區為了響應世界河川日 9月17號舉辦淨灘活動 今年人數總計有300人參與 共分為三個路線出發 一起用實際行動來守護淡水河 期待將淡水自然美好的模樣永續呈現 新北市淡水護衛逸文休閒園區 為了響應世界河川日 於上週六舉辦守護淡水河淨灘活動 今年度總人數有300多人參與活動 共分為三條路線出發 一起用實際的行動來守護淡水河 為環保盡一份心力 而今年更攜手在地社區 由車里里長帶領里內的志工與居民 一起參與淨灘活動 期待將淡水自然美好的模樣永續呈現 為淡水河做一件事 一直都是我們在響應的活動 那首先我們就是有富裕的米粉了西 然後在每年的9月 我們週年慶的時候 我們也都會辦理集團的淨灘活動 那今年是第三年 很開心除了自己集團的員工參與之外 我們也號召了企業團體 社團還有民眾來參與一起淨灘的活動 最重要一點是他很有善心 他會辦一些淨灘活動 那在遊車里裡面他們今天有分成了三組 一組要往河邊一直往中列石那個方向走 其實這個活動真的很有意義 他要把這裡當地的環境也要一起把它守護著 讓它里內乾淨 那不只是里內乾淨還要在河川也一起乾淨 園區表示 護衛藝文休閒園區用心維護生態重視環境保護 自從2020年開始簽署響應淡水河公約 肩負為淡水河做一件事的責任與使命 至今已經連續三年舉辦守護淡水河淨灘活動 參與人數更是逐年增加 今年包含了園區的員工 降劫集團的員工淡水區由車里居民 以及台北精英輔輪社的成員 我們今天來了300多個好朋友 一起要來為淡水河淨灘灘 淨灘是一個國際的運動 就全世界人類的運動 因為現在已經是有點物資過剩的時代 那很多很多的資源呢是夠用的 那所以呢我們在淨灘這個活動 我們金英輔輪社每年都在做 那這也就是在國際輔輪的 第120年的時候呢 我們加入了第七大焦點領域 就是環境保護的這個服務計畫 那今年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也號召了淡水在地16個社團 一起共同來響應世界河川日 然後我們共譜了愛河練習曲 那這個特展呢一直到9月26號 在我們里來商場的二樓 護衛故事館展出 那歡迎大家一起來參加 這一次淨灘總共號召300人 共分為三條路線 進行淨灘互期活動 而其中第一條路線為中正路一段的海灘 從油車裡福德宮到軍營外的海灘 因應參加人數增加 延程淨灘路線將近150公尺 也期待明年有更多企業加入 社團與民間團體也歡迎 一起來加入淨灘行列 一起成為淡水河的守護者 記者許多一淡水採訪報導 請進行淨灘 請進行淨灘 綜藍